少女,有本事你放开那男孩,冲我来!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2008年的老番《我的狐仙女友》 绝对是无数男生的幻想 上学第一天就被学姐扑倒,是什么体验呢? 每天的生活你别提有多快活 男主小三年庚太是从乡下转学过来的淳朴少年 在第一次上学的路上就遇见了学姐千鹤 惊了一把就把庚太摟在怀里 跟这个相遇的第一天就被她推倒了 在千鹤亲吻庚太的时候 狐狸的尾巴和耳朵紧都露了出来 庚太很惊讶,但并没有很害怕 千鹤先露羡了,只要伤心地说 那庚太走吧,就揭露她是妖怪的面目 结果庚太没有走,反安慰起了千鹤 你很漂亮,果然言之真的是太重要了 在知道庚太不前继自己是狐狸后 千鹤再次开始缠着庚太 这时,千鹤的弟弟多尤良出现 警告千鹤,零腰相恋是没有好下场的 但就揭露恋爱的千鹤和庚太就突然合体 然后将多油粮展示出了爱情的力量 这强大的能力代表两人的羁绊十分强烈 此次,千鹤和庚太开始了明修眉扫的爱情之路 可是在都市里却来了两只狼人 妹妹望全地留下在这个城市 望全后的庚太遇到在吃猪排的旺 并能够感受出他不是人类 没因为他没有钱 谁知他家在北海道非常有名 而在第二天上学路上 千鹤故意设下姐姐想要公然地碰到庚太 可是旺却从中打破鞋界 没有衣服的千鹤和庚太在一起的画面被众人给看在眼中 于十月庚太就被扣上了淫乱的名号 还收到班上所有女生的指责 在千鹤的调节下 好不容易打破了大家的观念 寻找庚太绝对过才是其他女生 结果转向声望一上来就扑到粘制庚太 这下应当的名声彻底是摆脱不掉咯 两个女生还开始争夺庚太 于是可怜的庚太 哦不,幸福的庚太差点被两女给缠得当成窒息 后来即使在庚太生病的时候 可以继续粘着庚太 最要命的是 连庚太洗澡两人都能凭空出现 当她们之间的身材较亮 却能跟她当场失去过多 混坠而去 然后第二天才是真正的射死现场 因为失去的缘故还没缓过劲 跟她边去宝殿室休息 梦中的她在一片青青草原享受微风 在醒来时就发现两女竟然全裸的躺在身边 然后尴尬的是同学招米赖竟然打开门 看到了这一幕 哦嘞,起不摆了 可我严重怀疑 梦太压根就不想解释还乐在集中 最后青草开始给梦太做便当 忘了也不甘失落 二人一到了中午就会拿上便当找梦太品尝 无论之前吃了谁的便当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 按机上的吃瓜群众还当起解说的原本裁判 夹在两年中间的梦太选择一口吃两份便当 成功地把自己噎到了 为了分出高下 两人在接着去的几天尝试不同的便当 弟弟多有两个受不了姐姐的黑暗料理 淘到了一边 与之前找来的吃瓜群众尝吃 吃瓜群众也受不了就找到了梦太 让他好好地劝一下千赫 要不是放纵他一直这么做下去 所以在后来千赫和旺又因为便当的事情吵起来时 跟他小声地批评了一下千赫 结果千赫就委屈了跑走了 在梦太机房追上去后才知道千赫是故意的 这样就能吃开旺跟梦太独处了 他也主动请求梦太惩罚自己 让他担不住千赫的暖魔硬套 梦太的千赫也是惩罚 而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在之后千赫带梦太来到仓库 孤狼狂女被所同意级残酷会发生什么呢 没想到千赫进来是想跟梦太做大门的事情 但是梦太出现就阻止了千赫的进攻 主要是在野家却得VIP付费了 不过谁说付费内容被梦太夹断了 但千赫还是偷偷穿上了一件透明囊装 不要这净是蜘蛛妖精的撕编织的特殊异物 更是会稀释精细到此不能脱掉 衣服还有一个奇异功能可以改变周围人的服装 所以整个校园就开始上演各种扩色的A 连男老师都穿上了猛男套夫 本来都有两只想打败这个一部妖怪 结果也在这制服攻击下彻底沦陷 好在妖怪准备占据千赫身体时 给庚太农合带来的强大力量 才是千赫脱掉且消灭的 后来忘了哥哥硕来了 硕和千赫以及庚太技能们 还送给庚太一个手链 原来硕爱慕着千赫 但千赫爱着庚太 所以这是一个三角链的关系 回到家后 千赫想要摘下手链 但是一直摘不下 在这一过程中 庚太看到了千赫的胖子 害羞的同时手链开始发光 并且跟他还因此疼晕了 奥罗的千赫找到朔 问他这是什么东西 还让朔赶紧解除 朔告诉他 从前有个和尚想要转身修行 于是就设计出了这个手链 只要跟他无依无求 就会没事 否则跟他就会死掉哦 而作为拿掉手链的条件 就是让千赫做朔的语物 千赫定难不肯 但也心疼更太饱受了手链折磨的痛苦 于是 接下来几天千赫一直默默关注更太而不出现 突然没了千赫的纠缠 更太还有点不适应 果然更太也是热在其中 但千赫那边就有点难受了 两天没有见到更太 那千赫已经感觉失去了全世界 终于 冷无可冷 千赫决定找到朔决斗 即使是死 也要去争取 千赫的弟弟也不冷心姐姐之班 于是捆绑住姐姐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找朔 但无疑都是惨败 即使是千赫后来赶到也无济于事 朔发出胜利的哄叫 十妹妹旺听到后急忙和更太一起过来 更太冒着受伤了千赫决定合体 打败朔 果然爱情的力量无可比低 更太的手脸不仅被解除了 还打败了朔 朔再看到二人羁绊带来的强大力量 也认识了更太一人急上摩托离开了 只是他来到两个神明人面前点停一下 警告他们以后这样的事不要再来找他了 然而千赫和王还是一如既往的黏着更太 竞争更太到底是谁的 仍然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 客户接替已穿着永生制服等等 即使到了神社祈求的时候 也一直在较让传彼此的吸引力 相较于姐姐的大胆表白 弟弟多优良对他班长昭比奈 则显得本手笨叫 而周明奈也似乎没有察觉多优良 在喜欢自己 这天千赫再次想要破掉更太的时候 一场寒风起来打断了他们 到了学校 求诊机会就要下手千赫再次被打断时 终于意识到了有一个不速之客来了 千赫家中的护卫 雪花 雪花奔命来考察更太是否适合千赫 有很生气般的人 为了测试更太 雪花操控的大学乒乓了整个学校 再这样持续下去 人类一等抗寒的极限就要到了 不过更太他们竟采取了人体摩擦发热的原理 互相去乱 飞船看着更太承受极限的他 实在受不了这么嗨的方式 只要出现 攻击更太 在更太也要体力不知要倒下的时候 千赫稳住了更太进行合体 合体后的他们奔发出的能量是无能能敌的 雪花在看到这种强大的羁绊后也立刻收受 并且带来了千赫母亲的口谕 让千赫带更太回家拜访 所以千赫准备带更太回家 结果弟弟还带来了招饼奈和旺语集 等到了山中温泉馆玉汁汤 千赫的母亲玉藻是一只较味狐 他邀请了更太泡温泉 他先进试图勾引更太 这不能播了啊 可谁知玉藻竟然不是千赫他们的亲生母亲 但最后还是被千赫感到阻止了 而等到了吃饭的时候 一早在更太的饭中做了手脚 使用后会对第一个看到人产生欲望 于是更太便沉沦在旺的美色之中 对千赫爱搭不理 和旺也带着更太一路变换地方 躲避千赫的打扰 千赫在后面一直重追不舍 直到更太也对千赫放出狠话的时候 千赫才伤心地跑走了 但在更太和旺要准备做大人的时候 突然间更太缓过神来 对刚才发生了一切都给旺了 星星怪的更太开始寻找千赫 在房间的台阶上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千赫 更太解释了一番千赫才终于高兴不起来 而更太也顺利通过了千赫母亲的考验 一行人回到了都市 不过在森林深处 一对双胞胎蓝莲正在对付巨型蜗 回到这蜗蜗蜗险狡障 不断地投出双胞胎的攻击 于是之前提到的神秘人山珠美奈迪 与护卫赫竟出手打败了蜗 因为千赫违反了不能和人类通婚的法则 所以美奈迪提出了雇佣蓝和莲 却封印千赫的法力 双胞胎得到钱以后就开始行动 他们搬走着脚身混到更太的班级里 在千赫找更太吃便当的时候 套近乎趁即将能够使人进入到夹子状态 并昏运法力的药物 倒进了千赫的杯子里 千赫没有意识到并喝了下去 但当双胞胎惊讶的是 千赫并没有进入到夹子的状态 而是欧派不见了 为此竟然好意的伤心 但现在得知此时的忘了欧派 彼此也还大事 他更是不想火了 不过在更太的劝导下 千赫最终还是鼓起轻轻 开始召回欧派的大作战 听说欧派可以增大 一直找回来更太帮忙 可是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欧派在哪里 千赫此时 以前和男孩没有任何区别了 回到更太随意搓了搓 欧派增大了0.1厘米 而另一边 独油粮在三天之内 环游了整个世界 单单世界各地的风雄水果 以及蔬菜等各种东西 但是全都没有任何小果 双胞胎两姐妹 在跟踪千赫一段时间后 发现千赫并不是 两个神秘人锁出的那种蛇不蛇的坏人 于是就找到他们要求解除河童 谁知美奈里全让赫打伤了他们 因为双胞胎姐妹已经帮他们成功 逢迎了千赫的法力 原来欧派的大小跟法力强弱 又直接管架 所以没有法力的千赫 是他们进攻的最佳时刻 美奈里他们召唤出了许多妖怪 围攻了千赫所在的高中 人类在妖怪围攻的时候陷入了昏迷 学校内的妖兽也开始迎战 但由于敌方太过强烦 学校的姐姐很快就被打破 身亡也很惨重 千赫想要晚上庚太乃合体 但因为自己法力进尸 丝毫没有反应 美奈里的手下赫很快就追杀到庚太这里 妖兽显出原型 当初赫的追杀 给千赫带着庚太逃走准备的时间 但妖的实力毕竟太弱 只剩不了多久 在千赫带着庚太逃到天台时 赫就最热上来 并且一掌打伤了千赫 千赫受伤严重时 还不忘了让庚太赶快跑 此时庚太看到千赫被打伤 也着急死了 说什么也不会离开千赫 与此同时 庚太营的洪荒之力也不断爆发出来 他的胸口出现光球 并且不断变大 还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一层光亮闪过 千赫和庚太成功合体 并且是前所未有的心态 庚太长出了更多的尾巴 合体后的庚太对付赫 简直就是老鹰鸣小鸡 释放出来的能量像蘑菇运一样 像四周扩散 所到之处 要摸鬼怪在一瞬间 都会被烟灭 不过赫去找到机会 就拖身逃跑 奔身之后 千赫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歐巴 竟然回来了 而美丹里去对赫的失败 没有不满 反而还替庚太的变强 感到高兴 凭见之后 就到了学校放假 海边泳装福利 直到现在才出现 众人难道平时凡能不能来到海边 来到海边的众人 就会一副酱油胶味 吸引了 他们顺着会到来到了玉区屋 千赫和的妈妈玉总 并且把店开到智力台 众人便在这里住瞎了 因为有望运着在身边 千赫找不单独跟公太在一起的机会 和多优良鼓起勇气 对赵比奈时好也被拒绝 突然海上掀起了海盘 而正在平滑艇上的赵比奈 被海盘带到大海中央 众人不是担心勇气不行 就是不会游泳 这时多优良毫不犹豫地跳进海里 安全地带回了赵比奈 赵比奈因为喝了海水混迷过去 而他再次醒来 同外说了 才知道是多优良救了自己 一字证明了对多优良有了感官 主动给正在平台的多优良拿饮料 你一烧铐 晚上在大家回到沟火玩得正开心时 千赫和庚太在海边散步 终于有机会和喜欢的人独处了 千赫一直很明显地表达着对庚太的喜欢 但是庚太却并没有正面回应过 于是趁这个机会 千赫想要问问庚太是怎么想的 但是关键时刻被捷的分地地给打算了 直到回到学校的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可千赫真的想要使用庚太的心意 于是开始了各种场合拦截询问 但都会被其他人给感到到 终于千赫等不及了 准备在一个放学的傍晚推倒庚太 可是庚太却说出 这种话 正让千赫伤心地跑了 一直接下来一天都没有见到人 庚太也很烦恼 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直到晴天天空是下起的雨 但是庚太却找不到千赫 都能想到当初遇见千赫的时候 也是晴天下雨 于是在桥头 庚太找到千赫 姑息有机说出了 喜欢你 听到这句话的千赫 一种会破地微笑 他最喜欢更害了 必须承认这部动画的车速特别的快 千赫的行为更是毫无尺度 能将擦边角打到这种程度 也是一种能力 并且这是在少数脉络翻 观众不是冲女主来的 而是冲着萌萌的懒主来的 少年是在前几年才不过这部翻 但有人已经在童年就观看过了 也算是一部奇幽幻幻幻 那时候三天版估计 就没有太多回归画面 不知道在小时候 有多少人看过这部动漫 你要说它烂也可以 但它绝对是懒得经典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回来的九星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一下 这部动作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